大家好 上个星期给大家分享的 四颗辣椒栽培到泡沫箱里面 现在已经长到了40公分高 而且已经出现了花芽分化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它打枝 到底怎么打呢 大家看一下 从分枝下来留三个叶子 一个 两个 三个 而且分枝里面的新芽也要摘除掉 把这些叶子全部打掉 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养分消耗 加长通风 这样才能把更多的养分集中的输送 给上端的枝叶才会长得更加茂盛 这样加出辣椒才会大 产量才会更高 旁边这几棵同样是用这个方法 给它去除底部的叶子 现在打枝有点晚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侧枝都长得非常长了 打完枝之后 我们顺便把这些辣椒叶 还有一些杂草 给它清理干净 上盘的时候也给大家分享了 视频用发酵服说好的鸡粪 作为底肥 现在这个辣椒长得非常旺盛 因为这个鸡粪养分非常多 比较前面 而且其具含有丰富的腐脂质和有脂质 大鸣椒严肃 一可以增强土养的白水透气 同时也能满足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 现在观察辣椒的顶部 已经开始萌发花芽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给它补充磷解肥 用磷酸二氢解肥 一勺兑1000ml的水 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 给这些辣椒浇透 也可以喷丝页面 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它花芽分化 结出更多的辣椒 果实更加饱满 打枝目的是为了街场通风 减少养分消耗 这样才能把更多的养分 提供给上端的枝叶 补充磷解肥 要利于花芽分化 提高作果力 好了 再见